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在河南的省会,郑州 这里是郑州的一个火车 我们经常要在这里乘车去离开郑州 先去离开这座城市 以后有机会还会再来 再给大家看一下这座火车 这里就是郑州的火车 我当时是在夜间所来 但是人也非常多 我们在白天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火车 这里的广场也是非常宽阔 然而我们到这个街的对岸 要走上面的天桥 非常方便 它这里也是桑莎林里 而且在这里不远处也就八九百米 就可以到达这个百年德化 到达这个二七广场二七塔 所以它这一个整片的商业区 是靠得非常近 走到二七广场那里 也就是郑州的一个市中心 那里也是更加的繁华 周围的是桑莎林里 非常热闹 可以选择在这里居住 也可以选择到这个二七广场那里去住 就像步行到二七广场 也是非常的方便 在这里给大家环温一下四周 那里是一个东树标处 我们待会去那里看一下 取一下指质票 我们在这个郑州市中心 所行走的 我们会发现 它这里是非常繁华 市中也是非常热闹 是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 然而我们追究它的历史 它的历史也是非常浓厚 早在商代就在这里建都 非常的久远 然而我们到它博物馆所看 更是非常多的文物 这里是中原之地 历代的王朝 都在这里发生过很多的故事 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这个郑州还有整个河南的 它不仅你来一次 郑州来购的地方 你不仅要在它的城市 还要在它的乡镇 在它的农村 也会发现很多的文物 很多的古墓呢也都是在这里 所以呢 我们对这个名人墓也是非常的感兴趣 这个郑州呢 它也可以作为一个中转站 我们去很多地方呢 都会路过这个郑州 所以呢以后我们如果有机会 我们也还会再来这座城市 它这个广场面前呢 是有一个这个喷群 它这个郑州站呢 也是国家的一个特等站 非常非常厉害 我们先去取票吧 然后到里面再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站里面是什么样子 我感觉它这个火站呢 真是好大好大 我从那边呢 到这里去取票 感觉要走好久啊 非常宽阔 这里呢是河南的正区图 我们以后呢 也会去更多的一个地方 它这个四个小天里面 人呢还挺多的 我们去找一找这个制住机 现在呢是取完了票 我们开始进这个机站口 去解票 刷完新闻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去前往二楼 坐扶机 去前往它的二楼 进来之后呢 它这个通道人呢是非常多 然后在两侧呢 就是后车室 我们从这里到前面走一下 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特质站它里面 在两侧呢 它也是有这个吃饭的地方 还有这个饼 我们从这个一后车室 还有二后车室 往前面去走 看一共有几个后车室 在前面呢 我已经看到了我所在后车室 1028也就是三后车室 待会呢 我们回到这个位置 我们在这里所看到呢 它一共是有这个八个后车室 然后呢 还有其他几个商务后车室 在这个后车室之间 两侧它有这个商店 吃饭的地方 非常非常多 德克市也在这里 我们现在呢 现在来到这三后车室 它每个后车室呢 人数都是非常多 几乎呢 是没有了这个坐的位置 市场呢 也是占满了很多人 在这里 呃 我的时间呢 是六点半左右 现在呢 还有一个多小时 我在这里等一下 它这个正宗站呢 不愧是国家的特等站 这一只人容量非常大 呃 然而它这里呢 也是一个 南来北往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 所以呢 也是看到了非常多人 我们现在最近来到站台 他在这里呢是非常多 我们开始去寻找车厢 就是这一列火车 非常多人在这里 它这里呢 不愧是一个大站 我们刚才说走的 基本上都是人靠人 呃 等一下呢 我们寻找到车厢 我呢 在前面这个车厢 它的人多到就完全靠不进 我要等一下 人少再过去 等一下呢 我们上了火车 进行离开了郑州州的城市 我们下了火车